大家好,我是Amber 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由彩虹出版社所出版的幼儿品的教育系列重书 这套书的特色是以一篇故事来解决一般家长和老师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 这系列共有十本书 主要的内容包括了孩子贪心什么都要的时候该怎么办 孩子不爱洗澡刷牙、不爱收拾东西、不爱分享、爱发脾气、怕上学等等 这种种的问题你都能够在这套书找到解决方案 而且书中先念生动的图画能够刺激孩子的专注力、思考力、创造力以及认知能力 好,现在来跟大家介绍其中六本书 书名为《爱生气的小女孩》 书中提到一个很爱生气的小女孩 她总为了一点点的小事而大发脾气 家人为了要让她改掉这坏脾气 准备了很多的惊喜给她 有愁眉苦恋的雨伞 一盘难看的水果和气呼呼的时钟等等 而这些惊喜帮助女孩找回了可爱的笑容和改掉了她的坏脾气 当然这只是故事大纲 您必须亲自的去阅读及了解故事中的内容 这样子你才能够更生动的把故事讲解给你的孩子们听 当你开始讲故事以前 先让孩子看一看故事封面 让他说一说他所看到的 或者是让他猜在故事中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你可以参考我们在书中所提供给你的一些问题例子 比方说在这一页你可以问一问孩子 书中的小芬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呢 书中的小芬她有好好照顾弟弟吗 在她不高兴的时候她会怎么做 让孩子想一想平时自己会像小芬一样乱发脾气吗 在问问题的同时呢 以孩子一同发挥创造力不同讨论 讲若她是书中的人物 她会怎么想她会怎么做 她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培养她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解决问题 希望您在教育孩子的路程上 能够给孩子一个健康充满朝气 以希望的美好人生 谢谢 在这些认识观看 知识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